现在我要介绍的是一个例题,就是说 是实数线上面的区间来表示一个集合 那么以这个例题来说 A跟B表示实数的区间 所谓区间就是在实数线上面的一个段落 一个区域 那么我们要介绍的是 方框框的指的是包含端点的 圆瓜胡的代表的是不包含的那个端点的那一部分 那么我们要做这样的题目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画一条线 画一条竖线 好,现在画好以后 我们来看看A A是由-2到3 那么我们点一个-2 到哪里呢?到3 假设到这边来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-2这个是方框框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点 它是一个什么点呢? 它是一个实心点 那么3这一点呢 是一个空心点 我们把它移过来 这是一个空心点 好,那现在的话呢 我这边的话呢 再把它描得清楚一点 B点呢 这是A 这是我们的A B集合是由0到5 那么0在哪里呢? 0在3的这个地方 0 5在3的右边 继续看 0跟5是不是包含端点呢? 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空心点 5这边也是一个空心点 那么现在这个题目问的是什么? 问的是A连级B A跟B 我们通通要了 那么我们问 各位同学看得出来答案是在哪里呢? 当然非常的明显 由-2到5 那么再问 -2这个端点要不要 这是要的 所以我们这边要答案的话呢 要写的是-2 到哪里呢? 到5 5的这个点是空心点 所以我们这边是圆的 再来看A交集B A交集B 是不是就是在中间的这一段 0到3 我们发现交集的部分 都是空心点 所以我们这边就写 0到3 3的这边也是圆的 那么我们用了这个例题来解释了 什么叫做半开半壁区间了 不论是开区间 所谓的两边都是圆的 壁区间 两边都是方的 半开半壁 就是一边是实心 一边是空心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简单的例题 来介绍了这个观念 好